主料,自制咸肉200克,苦瓜400克,辅量油、盐、白糖10克,广东米酒30克,花椒2克,浓缩鸡汁10克,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准备好食材,因为五花肉要提前腌制于昼夜,所以,它要提前准备,将五花肉切成2毫米的厚片,放入调味碗内, 再加入盐,白糖、花椒和米酒抓匀,再用保鲜袋帮火密封好,放入冰箱保鲜阁中入味24小时,盐稍多加一点,因为后面的步骤中,不用再加盐的,这是经一周夜腌制好自制咸肉,把苦瓜清洗干净,去白调,切成麻酱块,备用,把浓缩鸡汁倒入调味碗内,加入冷开水水量以进过所有食材维度, 调制一碗清鸡汤,备用,大火,烧到锅温及分热,下花生油,再下步骤三道自制咸肉翻炒至转色,再下步骤四的锅块,炒匀,倒入步骤五条好的清鸡汤,炒匀,煮沸后盖中或煮20分钟至收汁,即可出锅,装完,烧加整理集成, 烹饭技巧,腌制五花肉时,广东米酒可用粉酒替代,味道极酒的更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